埃及博物馆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收藏了12万件古埃及文物 展出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展品 其余都在库房里 有的就这样堆在走廊里 今天给大家看看埃及博物馆里有哪些奇奇怪怪的文物 这是图坦卡门的内裤 只是看着有点大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厕所了 上面的草加下面的本 跟现在的敦式厕所很像呀 最上面不起眼的石头 原来是师生人面相的胡子 参观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些罐子当垃圾桶了 这是文物哦 这块大石头平台是木乃伊的制作台 看着有点阴森森的感觉 这些黑乎乎的东西是法老们的假头发 大家知道胡夫金字塔最大 只是胡夫的雕像就剩下了这个迷你雕像了 这个雕像肩上背着的包看上去挺值钱 原来他是法老们的卑夫 这些东西是法老们的卑鄙 这些东西是法老们的卑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